明朝时期 在洛阳城内有一户富裕人家 当家的叫刘成 原本是猎户出身 后来在岳父的帮扶下 当街开启了商铺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刘成自幼家境贫寒 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留下他和寡母相依为命 为了养家糊口 只能跟着叔叔上山打猎 眼看他长到十八岁 到了娶妻婚配的年龄 却迟迟没有对象 母亲四处求人 不过没人嫌弃他们家里太穷 并不放在心上 在镇上 有一位王源外年过五十 家里经营着一家不行 生活富足 偏偏膝下只有一个女儿 小名叫做玉娘 这个王源外年事见高 内心的忧愁也越来越重 一是怕女儿嫁人后 偌大的家业后继无人 二是身上长着戒窗 方圆几十里的郎中都治不好 王源外发作时 浑身臊痒难受 痛不欲生 为了治病 他放出话来 谁有办法为我根治此病 我就把女儿嫁给他 不要他一分彩礼 还赠送一半的家产 这王源外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各种野味 流程经常进山打猎 为了多换些银两 他常常拿着最新鲜的猎物 送到王源外府上 一来二去 他和王源外的管家混熟了 也知道了王源外的病症和许诺 那一日 母亲又在念叨 他成不了亲 流程忍不住说道 这成亲也容易 而且不用花一分钱 只要会治病就行 他本事随口一说 母亲却赶忙问他 治什么病 给谁治病 流程把王源外的事 讲了一遍 不料母亲一拍双腿 兴奋地说 成 你就等着娶媳妇吧 这病 为娘能治 你能治 人家都请多少大夫了 个个都不敢保证 要到病除呢 流程觉得 娘是想媳妇想疯了 信口开河 你别不信 娘还未成亲时 村上有个人得了 类似的皮肤病症 是你外翁用药治好的 而且在未复发 我听你描述 对那王源外的病也有几分把握 不妨一试 流程听母亲这么说 次日 他就按照吩咐 买其物品交给母亲 两日后 等他从山上打猎回来 母亲交给他一个小瓶 一盒药碗 他把小瓶打开一看 里面装着黑乎乎的油状液体 成 这就是娘熬好的药 你交给王源外 不出医院 病就能好 母亲说道 这是什么 流程半信半疑 这能治病吗 不过他还是选择了听母亲的话 把药交给王府的管家 还按母亲的嘱咐 仔仔细细地交代了如何使用 一周后 流程正在家中歇息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在问 大娘 请问流程是住在这里吗 流程出来一看 是王源外的管家 赶紧把他请进房内就做 管家这次来 竟然是来道谢的 他说 王源外涂过药油后果真好了许多 眼看药丸即将吃完 想再来取一些 流程不敢置信地看向母亲 只见他娘却格外淡定地说 这药丸 我明日就配好 不知王源外的诺言是否当真 管家哈哈一笑 说此话当真 等管家走后 流程赶紧问母亲 这药里到底有什么玄机 母亲轻描淡写地告诉他 王源外的疾病 看似是皮肤病 却和他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关系 药油乃是鸡蛋黄熬制而成 对皮肤掃养有奇效 药丸只不过是普通的五股杂粮争制而成 可以玩调理脾胃 能减少发病 不出一个月 王源外竟然痊愈了 他心情也格外舒畅 特意让管家把流程叫到跟前 细细询问 等他见了流程 看着小伙子身高七尺 体貌端庄很是喜欢 心下也有了主意 把他招为上门女婿也挺好 将来可以为自己养老送终 而且看他面向敦厚 想必也不会亏待了玉娘 第二年 王源外就为流程和女儿玉娘举行了婚礼 并送给流程一半家产 还把家里的步行交给小夫妻来打理 有了这些财产 流程便不再上山打猎了 他接手岳父的步行后 除了原来经营的各色布皮 还特意加上了一项 动物毛皮 有些达官贵人家的女眷 特别喜欢用飞鸟 狐狸 塔兔等动物的皮毛做服饰 这可比普通的布料昂贵百倍 现在自己虽然不再亲自打猎 但有很多熟识的猎人 可以从他们手里收购毛皮 再加工成服饰 然后高价卖给有需要的人 自从不行加入这些珍稀毛皮后 的确吸引了不少新的有钱顾客 只是流程和王玉娘成亲后 玉娘的肚子多年不见动静 这时候流程年纪大了 也曾动了内窃的心思 不过碍于岳父的威严 一直不敢说出 于是四处寻思 为夫人调理身体 流程三十岁那年 玉娘终于才生下一个儿子 流程宝贝的不得了 给儿子起名为刘家兴 取家族事业 兴旺发达的意思 刘家兴在父母的呵护下 很快就长成了玉树临风的少年郎 此时流程一家 也已从乡下王园外家搬出来 在洛阳城内建了高宅大院 过上了锦衣玉时的生活 有一天 玉娘叫来刘家兴说 兴儿 我昨夜从噩梦中惊醒 梦到你外翁 外祖父身患重病 我实在不放心 你爹爹生意忙碌 你陪娘亲走一趟 去外翁家看看吧 刘成一想 外翁住在乡下 可比自家有意思多了 于是赶紧收拾妥当 和母亲回娘家去了 玉娘是个贴心的女儿 她每天亲自煎药 过了十日有余 父亲病况好转 脸色慢慢红润起来 母亲照顾外翁 刘家兴却不用做什么 才几天就逛遍了大院的角角落落 这一天 刘家兴正在院子里斗鸟 忽然看到两个家丁 走到院墙一个角落处 推开一扇小门走了进去 这个小门隐蔽在一棵大树后面 他在院子里玩了这么久 竟然从未发现 他看家丁拿着锄头 好奇跟着他们进了小门 一进去 他大吃一惊 原来这里面竟然是个小院 里面长着各色花卉 还有几株果树 当下正值春季 花朵们争其斗艳 刘家兴十分兴奋 因为从来没听母亲和外翁说过这个小院 他拉着一个家丁 兴奋地打听起来 家丁却支支吾吾 问了多次 才说出实情 原来二十多年前 王源外买回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收作小妾 她就住在这个院里 不过 据说那小妾原本有心上人 她父母嫌弃对方贫寒 把她高价卖给了王源外 后来小妾抑郁而终 小院从此也就荒废了 说完 家丁们就走到一株枝繁叶茂 花朵如碗口大的勺药跟前 抡起锄头 就要刨下去 你们这是干什么 刘家兴赶紧阻止 你看这花 主精粗壮 花香清育 一定是生长了很多年 为什么要刨掉它呢 刘家兴不解地问 哎呀 小少爷 我们是受老爷吩咐 你赶紧让开 别让锄头和刀伤盗您 家丁喊道 不行 外翁就算不喜欢 把门一关 不来看就行了 刘家兴继续阻止道 小少爷 老爷这场大病 差点没了性命 前几日 家中来了一个盗人 说是因为后院 有花妖作祟 要是不连根拔起 还会再害人的 家丁着急地说 一派胡言 花还能成精 再说了这么美的花 就算成了精 也不会害人 你们先别动 我去求外翁 让他留下这些花 刘家兴说完 跑去找外翁了 王源外一看他气喘吁吁的样子 赶紧问是怎么回事 刘家兴眼珠一转 说道 外翁 我乡中了家里一样东西 他们说 你不愿意给我 王源外一听 来了脾气 谁不知道 你是我最疼的小外孙呢 别说一样东西 十样 八样 只要你乡中的 外翁都会给 刘家兴就把 勺药的事说了一遍 然后央求道 好外翁 那么好的花 砍掉多可惜呀 夫子都念过诗 《勺药成春宠》 何曾献牡丹 我看呢 牡丹花也没有 勺药开得大 开得艳 你别让人砍它了 等我回家的时候 把它带走 种在洛阳的院子里 好不好 王源外想了下 也就答应了 转眼间 刘家兴和母亲住了 已经月余 等外翁完全恢复健康 他们就要回家去了 外翁信守承诺 把那株勺药花送给了他 回到家中 刘家兴把勺药花 种在了自己房间的窗前 闲来无事 就能去欣赏一番 一晃又过去了两年 不过这两年里 却发生了很多事情 母亲育娘染上了头疼病 发作时头痛欲裂 便没有心思打理家中的事物 全部交给了一个叫 胡春儿的大丫鬟 没想到 胡春儿竟然被父亲 刘城看上 不顾母亲反对 那做了小妾 还让大家 叫她二夫人 胡春儿从丫鬟到夫人 原来温柔大方 处处听玉娘的安排 现在受到刘老爷宠爱后 完全不把玉娘放在眼里 当着老爷的面 她哭诉抱怨 夫人嫌弃她笨手笨脚 说她狐媚勾人 被地里又暗戳戳地指使小丫鬟 给夫人倒凉茶 送剩菜剩饭 玉娘不堪受辱 头疼病发作得更频繁 最后竟然不治而终了 刘家兴扶着母亲的灵鹫 哭得昏天暗地 另一边 胡适却兴高采烈 名正言顺地 做起了一家之主 时间一晃 刘家兴长到了十八岁 城里的媒婆 争着要给刘老爷 介绍一个满意的儿媳妇 不过媒婆介绍的 每等刘家兴见面 都被胡适推了回去 她对刘老爷说道 我们刘家 虽称不上豪门望族 但也是富贵的人家 家中就这一个公子 可不能马马虎虎结亲 刘老爷被这个年轻貌美的二夫人 迷得不知东西 但刘家兴心里清楚 他这个继母 心里可打着如意算盘 只是胡适这么说 也正中他的下怀 因为 他的心中也住下了一位家人 没人们所介绍的那些 都看不上 说起他和这位家人的相遇 却是在梦里 那天 夫子给他布置了一篇文章 他苦苦思索 却无从下笔 迷迷糊糊之间 看见窗前站着一位女子 这女子身形窈窕婀娜 上身穿着粉红的衣衫 下身是葱绿的长裙 娇而不艳 媚而不俗 女子扭过身来 冲他微微一笑 他看得目不转睛 这时女子轻轻屈膝到了个万福 倾气单纯道 公子可是倦了 我来为你冲斩新茶吧 说完 他就聘聘停停地走进屋来 伸出千千玉指 为刘家兴泡了一盏花茶 刘家兴喝完茶神清气爽 于是拉着女子坐下问道 你是谁 怎么之前从未见过 怎么来到我家里的 女子没有理会 却是突然说道 多谢公子的搭救之恩 有缘再会 刘家兴不知道 这些从何而来 着急地拉着女子 想多问几句 突然腿一抖 像飘在云端一般 原来这是一场梦 他浮在书岸上睡着了 他四处张望 哪有什么女子 只有窗外一朵盛开勺药花 粉红花瓣层层叠叠 如婷婷的美人一般 玉立在绿叶之间 自从做了这场春梦以后 他暗暗有了主意 一定要找到这名女子 和他结为夫妻 端午节前 刘家兴听父亲的安排 去自家步行里查看 正低头算账 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这样的花布 请来三尺 熟悉 他立即抬头 眼前的姑娘 正是他朝思暮想的人 不仅相貌 连发型 服饰 都和梦中一般无二 刘家兴恨不得 一下子翻过柜台 拉着姑娘的先手 诉说钟情 可姑娘对他 却丝毫不相识 没有一分一毫的亲近之意 等姑娘出了门 他马上跟了出去 一直跟到一处宅院前 眼看姑娘进了门 他才依依不舍地收回视线 转头交代身边的小司刘安 赶紧帮我打听下 这户人家姓什么 是做什么的 姑娘可曾婚嫁 若是没有 我就请父亲来提亲 苍天不负有心人 刘安很快就把 这家人的底细查探清楚了 那女子是一位花浓的外甥女 因为父母双亡 来投靠她生活 刘家兴立即找父亲说了这事 要求她找没人提亲 继母胡适听说 只是个无甚背景的普通女子 破天荒的也应允了 还选了娶亲的良辰吉日 成亲的第二天 心腹需要早起去给公婆敬茶 刘家兴看着新婚妻子子玉 目光舍不得一开 娘子 把你迎娶进门 我怎么犹如做梦一般 你快来掐我一把 看看是真是假 刘家兴满面春色地说 子玉羞怯地一笑道 夫君 什么样的梦境 能够如此低真 快点起身吧 我们莫要误了时辰 让公婆责怪 一听妻子提到公婆 刘家兴心里也捏了把汗 继母胡适不是个省油的灯 以她的个性 能容心腹进门已是意外 今天见新人 不知道会不会故意刁难 刘家兴带着妻子步入正屋的大堂时 刘老爷和胡适正在吃饭 见他们进来 二人并未抬头 胡适不音不扬地说 老爷 昨日替家兴操办婚事 你辛苦了 我可听下人们都说 老爷年事已高 这少爷成了亲 日后咱们这刘家 要多仰仗少爷呢 刘老爷哼了一声 很是不满 子玉屈膝问好 又接过旁边丫鬟准备好的清茶 敬给二人 刘老爷结果饮了一口 胡适伸手去接时 手却一抖 茶盏趴地掉在地上 哎哟 烫死我了 胡适大声吆喝起来 老爷你看看 这哪有点新媳妇的样子 第一天敬茶 就用热茶烫伤婆婆 胡说 子玉怎么会烫伤你 我明明看见 是你接的时候 故意松开了手 刘家兴替妻子打抱不平 住口 谁教你顶撞父母的 刘老爷历声呵斥 等静完茶 胡适说让子玉留下 他要把家中事物 向儿媳妇交代 刘家兴刚想拒绝 子玉轻轻拉了下 刘家兴的衣襟 示意他不要说话 胡适名为交代事物 实则就是拿桥 他让子玉跪着 故意东拉西扯 子玉低头不语 听得认认真真 最后胡适看他唯唯诺诺 才白白手放他离开 等出了门 刘家兴仍在外面等候 心疼地说 娘子 让你受苦了 夫君 我既嫁入刘家 自然要温良恭让 孝敬公婆 这些不算什么 不过 算了 夫君不用挂虑 我自有分寸 一定尽力保护你的周全 子玉说道 保护我的周全 哈哈 娘子 我堂堂男儿 怎么能让娘子保护呢 刘家兴以为子玉在调笑 他并没注意到 妻子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不安 成亲后 刘家兴除了陪妻子 就是专心读书 他已经答应了妻子 要进京赶考 将来金榜提名 然而 最近家中却屡遭不幸 先是院子里一个丫鬟打水时 不小心跌落在水井里 接着一个小厮起夜时 竟然被一个东西冲撞 摔断了一条腿 官府派人前来查看 最终没找不到 有外人加害的证据 只能判作意外 但下人们受了惊吓 闹得人心惶惶 没多久 刘老爷负账如骨 吃不下饭 连店铺生意也顾不上打理了 这时 不请掌柜来向刘老爷告罪 他们高价从猎户手里 收了几条狐狸皮 不翼而飞了 店里定制的一匹极品丝绸 也被咬出了几个大洞 刘老爷一听 吓得几乎从病床上掉下来 换作平时 损失这些布料 无甚大碍 但这一批货 却是依王要为老王妃生辰 做贺礼用的 要是惹得王爷大怒 砍他脑袋都有可能 刘老爷急火攻心 病得奄奄一息 想要把胡适和儿子儿媳叫到床前 交代后事 不过 胡适却没有前来 下人回禀说 有一位妇人来请妇人出去游玩散心 刘家兴从父亲房间里退出来 也很发愁 紫裕却不慌不忙地说 洛阳城中猎户数人 步行两家 夫君何不令人带足银两 尽快再去寻找相似之物 另外也被一份厚礼 送给王府的管家 他是王爷信任的人 如果能从中帮忙周旋 问题自然不难解决 刘家兴一听 毛色顿开 赶紧吩咐人去办了 紫裕另外还提醒道 婆母最近出去的次数颇多 说是有人相邀 只怕别有所图 夫君还是小心防范些为好 刘家兴也在心里默默记下 到了中秋节前一天 又有马车来寄胡适 刘家兴带上小丝刘安 悄悄跟在后面 这次他要看看 胡适到底是跟谁一起 要去哪里 胡适的马车穿过热闹的街道 直直地走到了郊外 在一处宅院前停了下来 刘家兴看到 胡适马车停下后 宅院的大门也打开了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年轻的男子 把胡适从马车上扶了下来 看动作两人甚是亲密 像是很熟的老相识 而且胡适的手里 还抱着一个木匣子 那是他平时用来装贵重首饰的盒子 刘家兴万万没想到 自己一路跟踪 竟然发现了这个天大的秘密 胡适有奸情 难怪他对父亲不理不睬 而且他在把自己家的钱财往外带 送给这个野男人 眼看二人走进院内 眼上了房门 刘家兴想凑近一点往前看 刘安却提醒他 少爷 你发现了妇人这么大的秘密 万一被他发现 他定不会罢休 要是被他闹到老爷跟前 老爷那身体 怕是难以支撑啊 刘家兴心中极为气愤 但转念一想 刘安说得很有道理 于是他悄悄地记下了宅院的位置 就回家去了 刚进城门不久 突然有人惊呼 马惊了 闪开闪开 刘家兴聊起马车的帘子一看 从右前方正冲来一匹白马 马上的年轻的男人 手里紧紧抓着缰绳 马却失控了一般 朝着他们的方向奔来 刘安 快快躲开 刘家兴大声地吆喝 刘安反应快 猛地朝马屁股上甩了一鞭子 马就飞奔出去 和受惊的马 恰好错开 刘家兴刚要松一口气 马却挥得一声 被刘安死死勒住缰绳 停了下来 原来前方不远处 正坐着一位 身穿破旧道袍的长须老道 马车若是不停 怕是要从他的腿上压过去 刘安破口大骂 臭道是 没长眼睛骂 坐在路中间 要不是小爷机灵 马就踏着你的身子过去了 那老道是不理会 刘安的叫骂 反倒冷冷地指着刘家兴说 小子 你阳气有亏损 大难临头而不知 你这道人 还敢还嘴 刘安举起马鞭要打 慢着 刘家兴探出头来 低声呵斥 不可莽撞 本来就是我们的不适 没有伤人性命 已是万幸 怎么能再嚣张跋扈 老道打量了刘家兴一会儿 说道 这位公子还明些事理 不过可惜 怕是命不久矣 刘家兴心中疑惑 正想细问 只见道士从自己的布兜里 掏出一把熊黄递给他说 我看公子气色 怕是已有妖邪缠身 你把熊黄揣在身上 方可保全性命 刘家兴自是不信说 朗朗乾坤 怎么会有妖邪缠身 道长说笑了吧 再说有妖 这熊黄有什么用 道长何不随我前去除掉邪碎 也能保我刘家永世安康 老道叹息道 今日你且回去 我略做准备 明日再登门 说吧 就扬长而去 刘家兴和刘安二人 只当道人开个玩笑 驾着马车赶回家去 当晚 刘家兴和妻子子玉说了白天的见闻 说道胡适的行踪 子玉眉头微醋 面露男色 说道那个举止奇怪的道人 子玉突然起身 神色慌张 娘子今日是怎么了 我看你脸色不佳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刘家兴 关切地问 啊 没 没有 对了 我今天去看望公爹 他说想吃高炉小烧饼 我便亲手做了一些 可能是有些累了 子玉慌忙回答 夫君 你我相识一场 甚是有缘 我也从未有害你之心 他日若有变故 还望夫君能高抬贵手 留下生机一线 子玉突然又说 娘子此话何意 你我是夫妻 我疼你 爱你还来不及 怎么忍心伤害你 你是不是累了 不如我们就早早休息吧 刘家兴安慰他说 到了第二日 刘家兴和妻子探望爸父亲 去和胡氏请安 胡氏说话刁钻刻薄 眼下家里事情这么多 我日日忙碌 你们二人还能谈笑风生 当真是逍遥快活呀 母亲默契 有什么事情 还请您吩咐 子玉小心地回应 胡氏从鼻孔里 重重地哼了一声 脸色非常难看 刘家兴正准备多说几句 我们并未闲着 你昨天不也出城去了吗 这时候 刘安突然一路小跑过来 边跑边喊 少爷 那个道士来了 话音未落 老道士已经大不留心地 走到了正屋门前 只见他身着道袍 头戴道官 手里还提着一柄桃木剑 剑没植树 静直就要往里冲 慢着 刘家兴喊了一声 这位道爷 你说我家有妖邪 可有凭证 妖邪 那一定是他 自从他进了门 家里就不得安宁 胡适跳起来 用手指着紫玉 你莫要血口喷人 刘家兴看他居然误蔑自己的妻子 气不打一处来 他说的没错 你这夫人 确实不是常人 老道已经站到了门内 夫君 我 我日后再向你解释 说着 紫玉就要夺门而出 不料老道仰手一撒 一条欠了数枚铜钱的红丝带 飞了过来 挡在他面前 紫玉见路被挡 索性站下不动 脸色也格外凝重 好像要和道士打起来 这时 胡适突然面色猙獰 张开利爪 朝刘家兴抓来 快撒熊黄 老道突然大喝一声 刘家兴看见如此凶险 急忙从口袋里掏出熊黄撒了出去 只见胡适碰到那些熊黄 身体冒出青烟 老道一个剑步跳到胡适面前 用桃木剑指着他说 妖孽 害人的是你 哈哈哈哈 就凭你 也想坏我好事 那胡适见到是拦住了他的去路 不经返笑 连声音也变得和往日不同 显得格外娇媚 你这胡经 三年前让你逃脱 没想到你竟然躲在这里 若不是昨天看见他身上沾染妖气 又要被你瞒天过海 这一次 你休想逃脱 说吧 老道剑锋一抖 朝胡适刺过去 胡适被逼得没了退路 和道士打在一起 两个人你来我往 胡适被老道用法器逼到墙角处 但仍在抵抗 刘家兴和刘安 看着打斗的两人傻了眼 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这时 紫玉从头上拔下一根木钗 朝胡适刺去 胡适和老道打得难解难分 突然被紫玉刺中 全身卸了力气瘫了下来 花妖 我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帮这臭道是害我 胡适捏着嗓子喊叫 我与你无冤 但你却想害我夫君 若不是我几次撞破你的奸计 他怕早已命丧皇权了吧 紫玉冷冷地回答 哼 那也是他该死 他们刘家 害了我多少亲人 很多年前 刘成上山狩猎 有一窝狐狸被他抓获 我侥幸逃脱 后来 刘家为了富贵 列遍山上的野物 可怜我那些年幼的儿孙 还未成年 便被害了性命 包去皮毛 这笔账 我不该找他们去算吗 胡适咬牙切齿地说 你这畜生 纵是如此 你也不该附身在女子身上 迷惑那刘成 害她重病 又伤她家人 破她钱财 今天本道 既然又遇到你 自然不能再轻易 把你放走了 倒是拿桃木剑 朝胡式砍了几下 一道白光闪过后 地上躺了一只受伤的狐狸 啊 刘家兴一看 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这时 她才留意到 妻子子玉也瘫坐在地上 便急忙跑过去扶住对方 娘子 娘子 你这是道长 我这娘子 这是怎么回事 夫君 不打紧 你莫要惊慌 你可还记得 十年前 你在外公家中 就下的那株烧药 子玉气息微弱地笑道 烧药 记得记得 外公让人把他砍掉 我央求外公留下 还把他移到了家中来 现在还在咱们窗前好生长着呢 刘家兴说道 夫君 我便是那烧药 花名子玉奴 当日 多亏你出手相救 我才能继续存活 后来我看 胡氏当家 知道刘家有难 只可惜 我功力尚浅 只能贴身庇护你一人 并无法阻止他的其他作为 娘子 你 你的头发怎么变白了 他那差子 是吸收了地支精气的根莖锁化 为了除掉狐妖 伤了根莖 自然也元气大伤 老道士在一旁回答 道长 我家娘子就算是花妖 也从未想过害人 求你救救她 我今日来 本想把她和胡经一起收服 念在她心存善念 过往又无恶行的份上 就不再追究了 不过 人妖殊途 她今日没有害你 但长此以往 难免会损伤你的精元 甚至伤及其他无辜 道长 我不怕 只要有娘子在身边 我不怕 夫君 大恩已报 紫玉不能再长陪夫君左右 明日 你且去勺药花钱 取根莖一小块 晒干后入药 可以治愈公共的病症 娘子 不要 我不要你走 刘家兴抱着紫玉不愿松开 不过 紫玉最终还是化为一缕青烟飘走了 想不到这花妖 竟然有如此情意 也罢也罢 我把这只木钗还你 留个念想吧 倒是说完 从狐狸身上取下木钗 交给刘家兴 过了几日 胡适渐渐清醒过来 她看自己躺在夫人的床上 大吃一惊 原来 她还是丫鬟胡春儿时 便被胡惊赴了体 并不知道随后发生的事情 刘成吃了加入勺药的药后 身体慢慢好转 她听儿子描述了道士降妖的过程 十分感慨 也深深地意识到 自己贩卖动物皮毛数年 也是罪孽颇深 如今 刘家已经衣食无忧 不该再为了钱财 去做伤害生灵的事情 于是她停了皮草生意 还广施家财 救助贫困人家 周围很多受她恩惠的穷人 纷纷称呼她为刘大善人 刘家兴自子玉离开之后 日夜思念 不过说来也怪 不论她把那木钗存放在何处 第二日清晨 总会稳稳地放在她的经书之上 后来她终于也明白了紫玉的苦心 专心读书进京赶考 一年后金榜提名 高中探花 再后来她被皇帝派到家乡洛阳做了知府 还专门在城内修建了勺药园 园中勺药品种万千 每逢花开的圣迹 由人如知 人人交口称赞 此外 花珠还能入药 救治了无数人 深夜 月光洒在静谧的村庄上 一片祥和宁静 此时 村庄的庚夫张老汉 正挑着灯笼 手握铜锣 开始了她的寻夜之旅 她的脚步虽重 却十分稳健 每走一步 地面都会发出沉闷的回响 她的铜锣声时而悠扬 时而急促 像是为这寂静的夜 增添了几分生气 张老汉是个热心肠的人 虽然年岁已高 但身体硬朗 精神绝朔 她寻夜时 总是格外留意村中的每一个角落 生怕有什么不妥之处 这一晚 当她走到村东头的一户人家时 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户人家是个寡妇 姓李 人称李寡妇 她的丈夫早年去世 留下她一个人 孤苦伶仃 李寡妇家的大门敞开着 似乎忘记了关门 张老汉心想 这夜深人静 门户大开 万一进了贼人可怎么办 于是她加快脚步 走到李寡妇家门前 高声喊道 李寡妇 你家门没关 快些关好了 免得禁了贼人 李寡妇闻声从屋内走出 见是张老汉 便笑道 多谢张老汉提醒 我这就去关门 然而 当她走到门口时 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她转头对张老汉说 张老汉 你今晚二更前快些回家 切记不要在外面逗留 张老汉一听这话 心中不经意紧 她看出李寡妇的神色 有些异样 似乎隐瞒着什么 她心中虽然疑惑 但也没有多问 只是点了点头 答应了一声 便继续她的寻夜之路 然而 张老汉的心中 却始终无法平静 她边走边想 李寡妇 为何会突然说出那样的话 难道这村里 真的有什么不妥之处 她决定 今晚要格外留意 村中的动静 时间渐渐过去 二更的罗声即将敲响 张老汉加快了脚步 想要尽快完成 这一轮的寻夜 然而 就在这时 她突然听到了 一阵奇怪的声音 那声音似乎是 从村西头传来的 低沉而诡异 让人不寒而栗 张老汉心中一惊 暗道不妙 她立刻加快了脚步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很快 她就来到了村西头的一片 废弃宅院前 只见宅院的大门紧闭 但门缝中 却透出一丝诡异的光芒 张老汉心中疑惑 决定上前查看一番 她轻轻推开大门 只见院内一片漆黑 只有一间屋子亮着灯 她小心翼翼地走进那间屋子 透过窗户向里望去 这一望 却让她惊得 差点叫出声来 只见屋内竟然聚集着 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他们围着一个桌子 似乎在商量着什么阴谋 张老汉心中一惊 按道自己 莫非是撞见了什么不法之事 她正想转身离开 却突然听到其中一人说道 今夜二更十分 便是动手的好时机 到时候我们 张老汉心中一紧 连忙停住呼吸 竖起耳朵仔细聆听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阵冷风吹过 将她手中的灯笼吹灭 黑暗中 她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显然是那些人 发现了她的踪迹 张老汉心之不妙 连忙转身逃跑 然而 那些人却紧追不舍 一路追到了村东头 眼看他们就要追上自己 张老汉心中一急 突然想起了李寡妇的话 她心中一动 立刻朝着李寡妇家的方向跑去 那些人健壮 似乎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继续追赶 张老汉拼尽全力 终于跑到了李寡妇家门口 她气喘吁吁地敲响了门 大声喊道 李寡妇 快开门救我 李寡妇听到声音 连忙打开门 让张老汉进来 她见张老汉神色慌张 便问道 张老汉 你这是怎么了 张老汉来不及解释 只是急切地说道 快关门 快关门 那些人追上来了 李寡妇闻言 立刻关上了大门 她转身对张老汉说 张老汉 你先躲进屋里 我来应付他们 说着 她便走到了门口 打开门缝向外望去 只见那些人 已经追到了门口 正四处张望着 李寡妇心中一紧 但她却表现得十分镇定 她冷冷地说道 各位深夜造访 有何贵干 那些人见识李寡妇 似乎有些忌惮 其中一人说道 李寡妇 我们是在追一个可疑之人 你可曾见过 李寡妇心中一动 她自然知道 那些人在追张老汉 但她却故意装作 不知情的样子 说道 我并未见过什么可疑之人 各位若是无事 便请回吧 那些人闻言 似乎有些不甘 但他们也知道 李寡妇不是好惹的 于是只得兴兴离去 张老汉躲在屋里 听到了外面的对话 她心中感激不已 她没想到 李寡妇会如此机智地 帮她摆脱了追兵 她连忙从屋里走出来 向李寡妇道谢 李寡妇摆了白手 示意她不必多礼 她看着张老汉 眼中闪过一丝忧虑 说道 张老汉 你今夜撞见了他们 只怕日后会有麻烦 你须得小心行事 不可大意 张老汉心中一脸 她知道李寡妇说得没错 那些人显然是有所图谋 而且 他们似乎对村庄的情况 了如指掌 她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寒意 按道这村庄果然不简单 她深吸了一口气 对李寡妇说道 多谢你提醒 我会小心的 只是 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他们为何要在这村庄中 谋划什么阴谋 李寡妇闻言 沉默了片刻 她似乎在犹豫着什么 但最终她还是开口说道 张老汉 有些事情 我本不想告诉你 但既然你撞见了他们 我便不能再隐瞒了 说着 她便将张老汉拉进了屋里 关上了门 她压低了声音 对张老汉说道 其实 这村庄中 隐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那些人 他们是为了这个秘密而来的 张老汉心中一惊 她没想到 这村庄中竟然还隐藏着这样的秘密 她连忙问道 究竟是什么秘密 竟然能引来这些人 李寡妇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这个秘密 与村中的一座古墓有关 据说 那座古墓中藏有一件无价之宝 能够让人拥有无穷的力量 那些人 他们就是为了寻找这件宝物而来的 张老汉听的目瞪口呆 她没想到 这村庄中竟然还有这样的传说 她问道 那这件宝物究竟是否存在 他们又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的 李寡妇摇了摇头 说道 我也不知道 宝物是否存在 但这些人显然是有所依据的 他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古墓的线索 至于他们是如何得知这个消息的 我就不知道了 张老汉心中一阵忧虑 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若是让那些人得逞 恐怕整个村庄都会遭殃 他决定要将这件事情 告诉村里的其他人 让大家共同防范 然而 当他走出李寡妇家时 却发现村中一片寂静 仿佛所有人都消失了一般 他心中一惊 连忙四处张望 只见村中的房屋都紧闭着门窗 一丝灯光也没有 张老汉心中涌起一股不安的感觉 他快步走向村中的广场 只见广场上聚集着一些人影 他们围在一起 似乎在商量着什么 张老汉心中一动 连忙走近一些 然而 当他看清那些人的面孔时 却惊得差点叫出声来 只见那些人 竟然都是白天里见过的村民 他们此刻面色阴沉 眼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般 张老汉心中一阵惊恐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 他转身想逃 却发现四周已经被那些人围得水泄不通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张老汉 你既然知道了这个秘密 便不能再离开了 张老汉转头一看 只见一个身穿黑袍的人站在他身后 那人脸上戴着一张面具 只露出一双阴冷的眼睛 张老汉心中一紧 他知道这个人便是那些人的头目 他强自镇定心神 对那人说道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难道真的要为了一个传说中的宝物 而让整个村庄陪葬吗 那人冷笑一声 说道 陪葬 那又如何 只要得到了那件宝物 我们便能拥有无穷的力量 谁还能阻挡我们 张老汉心中一阵绝望 他知道这些人已经陷入了疯狂的境地 他深吸一口气 准备拼死一搏 然而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突然从天空中落下 照在了那些人的身上 他们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身形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张老汉惊得目瞪口呆 他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只见那道金光渐渐散去 露出了一个身影 那人身穿一袭白衣 手持一柄长剑 气质非凡 张老汉心中一动 他认出了这个人 正是村中传说中的仙人 他没想到 在这个关键时刻 仙人竟然会现身相救 仙人看着张老汉 微笑道 张老汉 你做得很好 你没有白费我对你的一番心意 张老汉听得一头雾水 他不明白 仙人为何会这样说 然而 他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 仙人便已经转身离去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张老汉呆立在原地 心中充满了疑惑 他不知道这个仙人究竟是谁 也不知道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但他知道 这个村庄的秘密 似乎远比想象中更加复杂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但张老汉的冒险 却仍在继续 那件传说中的宝物 究竟是否存在 那些神秘人 又会如何行动 而那位突然出现的仙人 又究竟是何方神圣 这一切的一切 都将在后续的故事中揭晓 夜色如墨 繁星点点 月光透过西书的云层 洒在古村的小路上 这条路通往村子深处的一户人家 那户人家今晚的气氛 却异常沉重 妇人名唤阿秀 白日里在镇上做完工 此刻正步履匆匆地往家赶 他心里惦记着家中丈夫和年幼的儿女 想着能早些回家为他们准备晚饭 然而 当他推开家门 一股异样的气息扑面而来 屋内灯火通明 丈夫阿强正坐在桌前 面前摆着一盘凉拌黄瓜 阿秀心中一紧 这季节黄瓜难得 更何况丈夫从未做过这道菜 他疑惑地看向阿强 只见他面色阴沉 眼神闪躲 似乎有什么心事 阿强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做了黄瓜 阿秀试探着问道 阿强支支吾吾 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哦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吃黄瓜了 阿秀心中更加疑惑 他走到桌前 仔细端向那盘黄瓜 黄瓜切得整整齐齐 上面淋着酱汁 看起来色香味俱全 然而 在黄瓜的切面 阿秀却看到了一些 不对劲的地方 那切口平整得近乎完美 仿佛不是用刀切出来的 这黄瓜 你是用什么切的 阿秀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紧张 阿强沉默片刻 终于抬起头 眼中闪过一丝恐惧 是 是村里的铁匠 他借给我一把奇怪的刀 说是新打出来的 锋利无比 阿秀的心猛的一沉 他想起了村里 关于铁匠的种种传闻 据说他不仅会打铁 还会一些诡异的法术 村民们对他既敬畏又忌惮 难道 这把刀与今晚的异常有关 就在这时 一阵阴风吹过 屋内的灯火突然摇曳起来 阿秀只觉得一阵寒意袭来 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哆嗦 他回头看向阿强 却发现他的脸色比刚才还要苍白 阿强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这刀到底有什么问题 阿秀的声音有些颤抖 阿强深吸一口气 仿佛下定了决心 他缓缓开口 道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 这把刀是铁匠用一种特殊的材料打造而成 能够吸取人的精气神 阿强本意是想借刀提升自家的运势 没想到却因此惹上了大麻烦 我 我本想用这道切些蔬果 没想到他竟然 竟然吸走了我的精气神 阿强说到这里 已经是泪流满面 阿秀听完 只觉得背脊发凉 他看着桌上的凉拌黄瓜 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 他突然明白 这黄瓜之所以如此鲜美 是因为他吸收了阿强的精气神 就在这时 屋外的夜色中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 阿秀和阿强都吓得浑身一颤 他们紧紧盯着门口 生怕有什么可怕的东西闯进来 笑声越来越近 伴随着一阵阴风 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那身影逐渐清晰起来 竟然是村里的铁匠 它的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手中还拿着那把奇怪的刀 你们终于发现了这刀的秘密啊 铁匠的声音阴冷而诡异 不过现在知道已经太晚了 这把刀已经吸走了你们的精气神 你们谁也逃不掉了 阿秀和阿强惊恐万分 他们想逃 却发现双腿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束缚住 动弹不得 铁匠一步步逼近 手中的刀闪烁着寒光 就在此时 一道金光突然从窗外射入 直直射向铁匠 铁匠惨叫一声 化作一阵清烟消散在空气中 而那把奇怪的刀也 哐当一声掉落在地 失去了光泽 阿秀和阿强愣在原地 半天才回过神来 他们知道 是某位高人救了他们一命 然而 他们也知道 这把刀带来的灾难 并不会因此结束 当晚 阿秀坐在床边 回想起今日发生的一切 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懊悔 他想起自己曾经 对阿强的不理解 想起那些因为琐事 而争吵的日子 如今 面对生死关头 他才明白 那些争吵和矛盾 都是多么微不足道 他看着熟睡的儿女 心中涌起一股 强烈的求生欲望 他不想就这样死去 他还想看着儿女 长大成人 还想和阿强一起 度过余生 然而 他知道 这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 那把刀 已经吸走了 他们的精气神 他们的生命 正在一点点流逝 最终 阿强在无尽的悔恨和恐惧中 选择了自意身亡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 来结束这场灾难 也结束自己的痛苦 而阿强 则在失去妻子的打击下 变得愈发颓废 他整日沉浸在悲痛之中 无法自拔 而那把奇怪的刀 也被他深深地埋在了地下 希望永远不要再有人发现他的秘密 然而 然而 事情并没有因为阿秀的离世 和阿强的颓废而结束 那把被埋入地下的刀 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 他在地底下 悄悄散发着诡异的气息 影响着周围的一切 村里的气氛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村民们纷纷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夜晚 常常能听到奇怪的声音 在耳边低语 让人毛骨悚然 而一些家勤家畜 也开始无故失踪 村民们对此感到既困惑又恐惧 阿强在失去妻子后 整日浑浑噩噩 对村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直到有一天 他在村口遇到了一个神秘的道士 这道士鹤发童颜 先锋道鼓 一眼便看出了阿强身上的异样 你身上带有邪气 可是遇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道士问道 阿强闻言 心中一惊 便将那把奇怪的刀 以及后来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道士 道士听完后 眉头紧锁 那把刀非同寻常 恐怕是邪恶所化 若不尽快处理 恐怕会酿成大祸 阿强闻言 吓得浑身一颤 道 道长 求您救救我们村子吧 道士点了点头 表示愿意帮忙 他跟着阿强来到埋刀的地方 开始念动咒语 施展法术 经过一番努力 道士终于将那把刀从地底下拔了出来 只见刀身散发着悠悠的黑光 仿佛有无数冤魂在其中嘶吼 道士手持法剑 与刀中的邪灵展开了一场激战 最终 在道士的法力之下 邪灵被彻底消灭 刀身也恢复了原本的光泽 然而 就在道士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刀身上刻着一行小字 百年之约 重见天日 道士心中一惊 难道这把刀还有什么未了的因果 他赶紧询问阿强关于这把刀的来历 阿强将自己从铁匠那里借刀的事情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道士 道士听后 沉思片刻 道 这铁匠恐怕不是普通人 这把刀也绝非寻常之物 百年之约 或许是指 这把刀在百年之后 将会再次引发一场灾难 阿强文言 惊恐万分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 道士叹了口气 如今邪灵已除 刀身也恢复了原状 但要想彻底断绝这场因果 还须找到铁匠 问清这把刀的来历 并找到彻底封印他的方法 阿强点头答应 决定跟随道士一起寻找铁匠 他们四处打听 终于得知铁匠已经离开了村子 不知所踪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继续四处寻找线索 在寻找铁匠的过程中 阿强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精神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过错 决定重新振作起来 为村子的未来而努力 而道士也一直在他身边 给予他帮助和指导 终于有一天 他们在一座废弃的庙宇中 找到了铁匠的踪迹 原来铁匠一直在寻找一把 能够封印邪灵的法器 以弥补自己过去的过错 当他看到阿强和道士手中的刀时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这把刀怎么会在你们手里 铁匠问道 阿强和道士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诉了铁匠 铁匠听后 沉默良久 终于道出了这把刀的来历 原来 这把刀是由一位邪恶的巫师所打造 用来吸取人的精气神 以增强自己的法力 巫师在临死前 将这把刀封印了起来 并留下了百年之约的诅咒 如今 诅咒应验 刀中的邪灵再次出事 铁匠表示 他一直在寻找封印这把刀的方法 但一直没有找到 不过 他听说在遥远的山脉中 有一位隐居的高人 或许能够知道 如何封印这把刀 阿强和道士决定跟随铁匠 一起前往 寻找那位高人 他们跋山涉水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了高人的隐居之地 高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他看到那把刀时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他告诉阿强等人 这把刀确实非同寻常 要想彻底封印它 需要一种特殊的法器 和一个强大的法力者 阿强和道士文言都表示 愿意为村子的安宁 而牺牲自己 他们跟随高人学习法术 提升自己的法力 而铁匠也一直在寻找那种特殊的法器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他们终于找到了那种法器 一块神秘的玉石 这块玉石能够吸收天地灵气 增强法器的威力 他们将其与刀身一同封印在一个法阵之中 由高人亲自施展法力进行封印 在封印的过程中 高人告诉他们 虽然这把刀已经被封印 但邪灵并未完全消散 在未来的某一天 当封印的力量减弱时 邪灵可能会再次出事 因此 他们需要时刻警惕 并寻找更强大的法力者来加强封印 阿强和道士听后 都表示会牢记高人的嘱托 为村子的未来而努力 他们带着封印好的刀和法器 在遥远的古代 有一个名叫翠云村的小村落 村里的人们都过着平静而朴实的农耕生活 村子的北头 住着一对父子 父亲名叫李老汉 儿子小李年方十八 长得高大英俊 力大无穷 他们相依为命 靠着吉姆薄田度日 这日清晨 父子俩如往常一样 早早地扛着锄头 去田间劳作 太阳刚刚升起 金色的阳光洒在田野上 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小李跟在父亲身后 他年轻有力 干活总是比父亲快上许多 不一会儿 他们就把田里的杂草除得干干净净 正当他们准备休息时 一位须发揭白的老道士从远处走来 他身穿一件青色道袍 手持浮沉 步履轻盈 神态自若 老道士走到田边 看着父子俩忙碌的身影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他走上前来 拱手向李老汉问道 老丈 你们父子二人真是勤劳啊 看这小伙子身强力壮 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李老汉文言 连忙白手笑道 道长过誉了 我们只是普通的庄稼人 能有个温饱就不错了 老道士微微一笑 目光转向小李 上下打量了一番 忽然说道 这位小哥 你的面相非凡 日后必有贵人相助 成就一番大业 小李一听 顿时有些不好意思 挠了挠头道 道长说笑了 我只是个乡下的粗人 哪里有什么贵人相助 老道士摇了摇头 神秘兮兮地说道 小哥莫要妄自菲薄 你的命格非同一般 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只是 前路多艰险 还需小心为上 说完 老道士转身欲走 却又停下脚步 从怀中掏出一本泛黄的书册 递给小李道 此书乃是我道门秘传之术 或能助你一臂之力 切记 不可倾传他人 小李接过书册 只觉得一股温热的力量 从书中传来 直入心扉 他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 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无限可能 李老汉健壮 连忙向老道士道谢 老道士摆摆手 飘然而去 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自那日起 小李便时常研读那本道书 他发现书中记载的尽是些玄妙的道法和术术 虽然初识难以理解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渐渐领悟了其中的奥妙 他的力气似乎也变得越来越大 干起活来更加得心应手 然而 好景不长 一日 村中来了一群凶神恶煞的官兵 他们四处搜寻 似乎在寻找什么重要之物 原来 附近的郡守得知了老道士赠书之事 误以为小李手中藏有宝藏或秘书 便派兵前来抢夺 官兵们将李家团团围住 李老汉和小李被迫交出道书 官兵首领翻开书页 却只见上面写满了晦涩难懂的文字和符号 根本看不出什么宝藏或秘书的迹象 他大怒之下 将书册丝的粉碎 并将李老汉和小李押回郡守府 在郡守府中 他们遭受了严酷的拷问和折磨 李老汉年老体弱 不堪忍受 最终病逝在狱中 小李虽然年轻力壮 但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他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 发誓要为父亲报仇血恨 就在小李即将绝望之际 一位神秘人物出现了 他自称是老道士的顾骄 得知了小李的遭遇后 决定出手相助 他暗中潜入郡守府 将小李救出 并传授给他更高深的道法 小李感激涕灵 拜神秘人为师 跟随他修行苦练 几年后 他学成归来 不仅力量大增 还掌握了许多神奇的法术 他回到翠云村 将那些欺压百姓的官兵 一一击败 为父亲报了仇 从此 小李成了村里的英雄 人们纷纷传颂他的事迹 而那本被撕碎的道书 也在小李的手中 重新听和完整 成为了他修行路上的宝贵财富 然而 小李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 他深知自己的使命远不止于此 他继续游历四方 寻找更多的道法秘籍 提升自己的修为 他的名声也渐渐传遍了四海 吸引了无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敌人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小李得知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 那个郡守并非真正的幕后黑手 他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棋子 真正的敌人是一个隐藏在暗处的邪恶势力 他们企图利用道法控制天下 实现自己的野心 小李决心要揭露这个邪恶势力的真面目 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联合了众多的朋友和盟友 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 小李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气 他运用道法化解危机 破解谜题 最终成功地将邪恶势力一网打尽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后 小李回到了翠云村 看着熟悉的田野和房屋 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 他知道 无论自己走得多远 心中始终牵挂着 这个养育自己的地方 村民们得知小李归来 纷纷前来迎接 他们围在小李身边 欢呼雀跃 庆祝着英雄的归来 小李微笑着向村民们致意 心中充满了温暖和感激 然而 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就在小李归来的不久后 翠云村附近的山林中 出现了一股诡异的妖气 这股妖气越来越浓 渐渐地影响到了村民们的生活 动物们变得暴躁不安 田里的庄稼也开始枯萎 小李深知 这股妖气的来历不简单 他怀疑是那邪恶势力残余的妖物在作祟 为了保护村民们的安宁 他决定再次踏上征途 查明真相并消除妖气 他告别了村民们 踏上了前往山林的道路 一路上 他遇到了各种危险和挑战 但他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智慧 一一化险为夷 最终 他来到了山林深处 找到了那股妖气的源头 一只凶猛的妖兽 小李与妖兽展开了一场激战 他运用道法 与妖兽斗智斗勇 经过一番艰苦的战斗 他终于将妖兽击败 并消除了山林中的妖气 然而 当小李准备离开时 他却发现 妖兽身上掉落下了一枚神秘的玉佩 他捡起玉佩仔细端向 发现上面刻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和图案 他心中一动 意识到这枚玉佩可能与那邪恶势力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小李决定继续追查这枚玉佩的来历 他四处奔波 寻访线索 最终得知这枚玉佩 乃是邪恶势力的信物 持有者可以借此 掌控一些强大的妖物 小李震惊之余 也深感事态的严重性 他明白 自己必须尽快找到邪恶势力的残余势力 夺回所有的信物 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于是 小李再次踏上了征途 他穿越山川河流 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邪恶势力的藏身之处 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 他成功击败了邪恶势力的首领 夺回了所有的信物 然而 就在小李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 他却发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秘密 原来 那邪恶势力的首领 只是一个傀儡 真正的幕后黑手 竟然是一个隐藏在更高层次世界中的神秘势力 小李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他知道 自己虽然消灭了眼前的敌人 但真正的危机还没有解除 他必须继续努力修行 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 他回到了翠云村 将信物交给了村民们保管 他告诉他们 自己将继续修行 寻找更多的道法秘籍 以备不时之需 村民们纷纷表示支持和理解 他们知道 小李是一个有责任心和担当的英雄 他们会一直等待他的归来 小李再次踏上了修行的道路 他游历四方 探寻天地间的奥秘 不断提升自己的修为和境界 他的名声也渐渐地传遍了整个修行界 成为了一代传奇人物 然而 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他知道 真正的敌人还在暗处潜伏 等待着时机再次出手 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和准备 才能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 小李的修为也越来越高深 他渐渐地触摸到了天地间的奥秘 领悟到了更多的道法真谛 他明白 自己距离真正的巅峰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他相信 只要自己不懈努力 总有一天会达到那个境界 而翠云村的村民们 也一直在等待着小李的归来 他们知道 小李是他们的英雄和守护者 他们会一直支持他 信任他 祈祷他平安归来 然而 就在小李即将突破一个新的修为境界时 他忽然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他抬头望向远方 只见一片黑云滚滚而来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东西正在逼近 小李心中一惊 他知道 真正的考验即将来临 他深吸一口气 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他知道 这一次的对手 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大和凶猛 但他也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和智慧去应对 黑云渐渐散去 露出了一道巨大的身影 那是一个身穿黑袍的神秘人物 他的眼中闪烁着冷酷和残忍的光芒 小李知道 这个神秘人物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真正幕后黑手 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即将展开 小李与神秘人物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他们斗智斗勇 各斩神通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李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他明白 自己与这个神秘人物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必须想办法扭转局面 就在此时 一道耀眼的光芒从天而降 落在了小李的身上 他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体内 顿时精神一震 他借着这股力量 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实力 成功击败了神秘人物 然而 当小李准备松一口气时 他却发现那个神秘人物在消失之前留下了一句话 你以为你赢了吗 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小李心中一灵 他知道自己面临的挑战还远远没有结束 他必须继续努力修行 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能应对未来更加艰巨的任务 在遥远的古代 有一个名为青云镇的地方 镇上有个名叫李天龙的青年 他聪明绝顶 勤奋好学 深受乡亲们的喜爱 然而 命运却在他16岁那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年夏天 青云镇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 李家的房屋被冲毁 父母也在这场灾难中不幸离世 李天龙虽然侥幸逃生 但家中一贫如喜 生活陷入了绝境 为了生计 他不得不离开家乡 四处乞讨为生 一天傍晚 李天龙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 他疲惫不堪 鸡肠碌碌 他走到村口的一户人家前 敲响了门 开门的是一位年迈的老人 他见李天龙衣衫蓝绿 便心生怜悯 让他进了屋 老人给李天龙准备了饭菜 并询问他的身世 李天龙如实相告 老人听后叹息不已 他告诉李天龙 自己年轻时 也曾遭遇过类似的困境 但幸运的是 他遇到了一个高人指点 最终改变了命运 老人告诉李天龙 村后的山上 有一座古老的庙宇 庙里供奉着一尊神秘的佛像 据说能够赐予人们无尽的财富 不过 要想得到这些财富 必须诚心诚意地 祈求佛像的保佑 并且在佛像前 许下自己的愿望 李天龙听后心生希望 他决定前往那座庙宇 试一试 第二天清晨 他告别了老人 踏上了前往庙宇的路途 山路崎岖难行 但李天龙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坚定 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 他终于来到了那座庙宇前 庙宇虽然破败不堪 但佛像却庄严肃目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李天龙跪在佛像前 虔诚地祈祷着 他许下了自己的愿望 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祈祷完毕后 他站起身来 准备离开庙宇 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 佛像的手中 竟然端着一个金色的碗 他走近一看 只见碗中装满了 金光闪闪的宝石和珍珠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这一切 却是真实存在的 他小心翼翼地将金碗捧起 心中充满了激动和感激 李天龙带着金碗 回到了老人的家中 将这一切告诉了老人 老人听后 也感到十分惊讶和欣喜 他告诉李天龙 这是佛像赐予他的财富和好运 他告诉李天龙 这些财富足够他改变命运 重建家园了 李天龙决定 用这些财富重建家园 并帮助那些 同样遭受困境的人 他回到了青云镇 在废墟上重新建起了房屋 并开设了一家店铺 他诚信经营 乐于助人 很快就赢得了 乡亲们的信任和尊重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逐渐成为了青云镇的首富 然而 随着财富的增加 和地位的提升 李天龙的心态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他开始变得骄傲自满 目中无人 对乡亲们的求助也变得越来越冷漠和敷衍 他的行为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反感 但他却毫不在意 依然我行我素 有一天晚上 李天龙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自己回到了那座庙宇前 但这次佛像却变得面目猙獰 阴森恐怖 佛像告诉他 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财富和好运 是因为他之前心存善念 乐于助人 但现在 他却变得自私自利 忘恩负义 已经违背了佛像的初衷 佛像告诉他 如果他再不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那么这些财富和好运 将会离他而去 他也将再次陷入困境之中 李天龙从梦中惊醒 他感到十分惊恐和不安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心态 意识到自己确实已经变得骄傲自满 目中无人了 他决心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 用自己的财富和好运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于是 李天龙开始四处奔走 慷慨解囊 帮助那些遭受困境的人 他修建了学堂 医馆等设施 让乡亲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他还设立了慈善基金 专门用于帮助那些贫困的家庭和孤儿 他的善举赢得了乡亲们的赞誉和尊敬 他的名声也传遍了四面八方 然而 就在李天龙努力改过自新 重新做人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阴谋 却悄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这天 李天龙在镇上闲逛时 突然遇到了一群神秘的黑衣人 他们手持利刃 气势汹汹地朝他冲来 李天龙虽然伸手不凡 但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就被黑衣人制服 并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洞里 在山洞里 李天龙遇到了一个面容阴质的中年男子 他自称是青云镇的旧日仇敌 一直对李天龙心存不满和嫉妒 他得知李天龙得到了佛像赐予的财富和好运后 便决定绑架他并夺取这些财富 他威胁李天龙交出今晚和所有的财富 否则就要杀了他 李天龙虽然心中惊恐 但他却深知自己不能轻易屈服 他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仔细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寻找着逃脱的机会 就在这时 他突然发现中年男子的眼神中 闪过一丝贪婪和得意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 于是他故意装出一副惊恐的样子 颤声说道 我可以把今晚和财富都给你 但你必须先放了我 中年男子听后大喜过望 他立刻松开了对李天龙的束缚 并催促他交出今晚和财富 李天龙见状 心中暗自冷笑 他故意装出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从怀中掏出了那个金色的碗 但就在中年男子伸手来接的时候 他突然将今晚猛地砸向了旁边的一块巨石 砰的一声巨响 今晚瞬间碎成了无数片金光闪闪的碎片 中年男子见状大惊失色 他怒吼道 你这个混蛋 你竟然敢毁掉我的财富 李天龙却冷冷地笑了起来 他说道 你以为你真的能够得到这些财富吗 告诉你吧 这些财富是佛像赐予我的 只有心存善念 乐于助人的人才能拥有他们 像你这种心怀叵测 贪婪无度的人 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财富和好运 中年男子被李天龙的话 气得蹊跷生烟 他怒吼着冲向李天龙 想要将他碎尸万段 但就在这时 山洞外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呼喊声 原来是乡亲们听到了山洞里的动静 纷纷赶来救援了 中年男子见识不妙 立刻转身想要逃跑 但李天龙却已经抢先一步 冲到了他的面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但李天龙凭借着过人的武艺和智谋 最终成功地将中年男子制服 并交给了乡亲们 乡亲们见李天龙安然无恙地回来 都感到十分高兴和欣慰 他们纷纷围上来 询问事情的经过 并对李天龙的英勇行为 表示了由衷的敬佩和感激 李天龙谦虚地表示 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 并告诉大家 以后一定要小心防范那些心怀叵测 贪婪无度的人 然而 就在大家沉浸在喜悦和庆祝之中时 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 却传遍了整个青云阵 有人传言说 那座神秘的庙宇中的佛像 竟然在夜晚时分会显灵 并且还会赐予人们更多的财富和好运 这个消息立刻引起了轰动和骚动 许多人都纷纷前往庙宇 祈求佛像的保佑和赐予 李天龙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感到十分惊讶和好奇 他决定亲自前往庙宇一探究竟 当他来到庙宇时 只见庙宇中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许多人都在虔诚地祈祷着 李天龙走到佛像前 仔细地观察着佛像的面容和神态 他发现佛像的面容依然庄严肃目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但眼中却多了一丝柔和和慈祥 他心中一动 突然想起了自己之前做的那个奇怪的梦 和中年男子的阴谋 他深吸一口气 虔诚地向佛像祈祷道道 尊敬的佛像啊 我知道您一直在庇佑着我 赐予我财富和好运 但我也知道 这些财富和好运 并不是我应该独自拥有的 我愿意将他们分享给那些 真正需要他们的人 去帮助那些遭受困境的人 请您保佑我 指引我 让我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吧 就在他祈祷的时候 佛像突然微微地动了一下 紧接着 佛像的双眼 竟然缓缓地睁开了 李天龙见状大惊失色 但他很快就意识到 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相反的 他感到了一股温暖和祥和的力量 从佛像身上散发出来 笼罩着自己 佛像缓缓地开口说话了 年轻人啊 你终于来了 我知道你已经改变了 自己的心态和行为 开始真正地关心他人 和为社会做出贡献了 这很好 我很高兴 能够看到你的成长和进步 李天龙听后 心中一阵激动和感慨 他连忙跪拜在地 向佛像表示感激和敬意 然而就在这时 佛像的话音突然一转 变得严肃起来 但是啊 年轻人啊 你还需要面对一个更大的挑战和考验呢 那个阴谋并没有完全结束 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在等着你 李天龙听后 心中一惊 他连忙问道 请问是什么挑战和考验呢 我该如何去面对他呢 但佛像却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而是神秘地笑了笑说道 到时候你自然就知道了 记住啊 年轻人啊 只有心存善念 乐于助人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命运啊 说完这些话后 佛像就再次闭上了眼睛 恢复了之前庄严肃穆的样子 而李天龙则呆立当场 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这个悬念一直伴随着李天龙 让他无法安心入睡 他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但他却不知道这个挑战和考验到底是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面对它 故事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 但青云镇上的冒险才刚刚开始 明朝时期 江陵有个叫林一峰的书生 他生得见眉心目 面如关玉 是个难得的美男子 他的妻子陆婉儿也是个大美人 两人站在一起 郎才女貌 天造地设 可这对碧人 却有个奇丑无比的儿子 那孩子名叫林天宝 自打出生起 他便满脸褶皱 五官扭曲 看上去活像个小老头 林一峰和陆婉儿 对此也感到十分奇怪 二人都不丑 为何孩子却长成这样 他们本以为这孩子是得了怪病 便四处求医问药 可所有大夫都说 林天宝身体十分健康 这模样是天生的 他们也束手无策 时间一天天过去 林天宝也慢慢长大了 他越长越丑 村里的孩子们都叫他丑八怪 还常常欺负他 林天宝心中委屈 却又无处诉说 只能默默忍受 这天 林天宝在山上放牛 忽然下起了大雨 他四处寻找碧雨的地方 结果在一片密林中发现了一座破旧的小庙 林天宝急忙跑进小庙躲雨 这时 他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从庙里传来 他顺着声音找去 发现声音是从一个神像后面传来的 林天宝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扒开神像一看 竟发现神像后面有个暗道 他好奇地走了进去 顺着暗道一直往前 最后来到了一间密室 密室里坐着一个白胡子老道 老道看到他后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随即开口问道 你可是林天宝 林天宝点点头 好奇地问道 老爷爷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老道微微一笑 说道 我是这山里的道士 我算出你 今日会来此 所以在此等候多时了 林天宝听后更加好奇 问道 老爷爷 你等我做什么 老道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缓缓说道 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 关于你为何会生的如此丑陋的秘密 林天宝听后心中一震 急忙问道 老爷爷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老道点点头 说道 你的父母 前世欠下了一笔孽债 你是来替他们还债的 林天宝听后一头雾水 问道 老爷爷 这是什么意思 我父母 前世欠了什么债 老道叹了口气 说道 你父母前世是一对恩爱夫妻 但他们却背叛了自己的朋友 抢夺了朋友的妻子和家产 那个朋友因此愤恨而死 化为厉鬼 发誓要报复他们 如今 你生得如此丑陋 便是那厉鬼的诅咒 让你替父母还债 林天宝听后 心中震惊不已 他没想到 自己的长相 竟然和父母前世的孽债有关 他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该如何是好 老道看到他这般模样 便安慰道 你不必太过担心 前世之债今生还 只要你多做善事 积累功德 便可化解这诅咒 林天宝听后 心中稍微宽慰了一些 他向老道道谢后 便离开了密室 从那以后 林天宝变得勤劳善良 常常帮助村里的老人 和孩子们 他的善举渐渐传开了 村民们对他的态度 也慢慢转变了 虽然他的长相依旧丑陋 但人们已经不再嘲笑他 反而对他十分尊敬 就这样过了几年 林天宝长成了一个 善良正直的青年 这天 他在山上救了一个 落水的少女 那少女名叫小蝶 是个温婉可人的姑娘 小蝶对林天宝的救命之恩 感激不已 两人渐渐产生了情愫 林天宝虽然喜欢小蝶 但他却不敢向小蝶表白 他怕自己的长相会吓到小蝶 怕小蝶会嫌弃他 然而 小蝶却毫不在意他的长相 他看中的是 林天宝的善良和正直 这天 小蝶鼓起勇气 向林天宝表白了心意 林天宝听后激动不已 他紧紧抱住小蝶 两人相拥而弃 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 林天宝也决定 向父母坦白自己的感情 他带着小蝶回到家 向父母介绍了自己的心上人 林一峰和陆瓦儿 看到儿子找到了心仪的姑娘 心中也十分高兴 然而 就在这时 那个白胡子老道 忽然出现在了他们家门前 他看着林天宝和小蝶 眉头紧皱 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林天宝看到老道后 心中一惊 他担心老道会说出什么 不利于他们感情的话 然而 老道却只是叹了口气 说道 孽债已还 诅咒已破 你们二人可以安心在一起了 林天宝和小蝶听后都愣住了 他们不明白老道在说什么 老道看着他们迷茫的样子 便解释道 当年那厉鬼的诅咒 已经因为你的善行而化解了 你的长相虽然依旧丑陋 但你的心却比任何人都美 你和小蝶姑娘是真心相爱 你们可以在一起 林天宝和小蝶听后都激动不已 他们向老道连连道谢 从此以后 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林天宝也继续保持着他的善良和正直 那老道在说出那番话后 便化作一道清烟消失了 林天宝和小蝶面面相去 心中既惊讶又欢喜 林一峰和陆婉儿也是一脸震惊 他们没想到儿子的长相 竟然真的与前世有关 更没想到这诅咒如今已经化解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时候 村子里却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情 先是村里的鸡鸭牛羊 无缘无故地失踪 接着是村民们的财物接连被盗 更离奇的是 每当夜深人静时 村里总会传来诡异的哭声和笑声 仿佛有什么邪罪之物在作怪 村民们人心惶惶 纷纷猜测是不是林天宝身上的诅咒 还没有完全化解 引来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林天宝听了这些传言 心中也十分不安 他担心自己的长相会再次带来灾难 更担心会连累到小蝶 这天夜里 林天宝决定去调查一下这些奇怪的事情 他悄悄地来到村口 发现那里有一片浓雾笼罩 他小心翼翼地走进浓雾 忽然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他顺着声音找去 最后来到了一片荒废的宅院前 那宅院已经废弃多年 一直无人居住 林天宝走到宅院门口 发现门虚掩着 里面传来阵阵诡异的声音 他壮着胆子走了进去 只见宅院里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清 他摸索着往前走 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脚踝 他低头一看 竟然是一只干枯的手爪 林天宝心中一惊 想要挣脱那手爪 却发现自己的力气竟然使不出来 就在这时 一阵阴风吹过 宅院里的灯火忽然亮了起来 林天宝借着灯光一看 只见四周竟然站满了面目猙獰的厉鬼 那些厉鬼围着他不断咆哮 仿佛要将他吞噬一般 林天宝心中惊恐万分 他不知道这些厉鬼是从哪里来的 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害自己 就在这时 那个白胡子老道忽然出现在了他面前 他手持一把浮尘 轻轻一挥 那些厉鬼便化作一股青烟消失了 林天宝看到老道后 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 他急忙问道 老爷爷 这些厉鬼是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要害我 老道叹了口气 说道 这些厉鬼都是当年被你父母抢夺家产的朋友的家人 他们因为怨恨而化为厉鬼 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 如今 你的诅咒已经化解 他们便找到了这里 林天宝听后 心中一阵 他没想到自己的父母 竟然还欠下了这样的孽债 他问道 老爷爷 那我该怎么办 我要怎样才能化解他们的怨恨 老道沉思片刻 说道 要化解他们的怨恨 你需要找到他们的尸骨 将他们安葬在风水宝地 让他们得以安息 这样 他们的怨气才会消散 你也才能真正摆脱这诅咒 林天宝听后点点头 表示愿意去做 老道便告诉他 那些厉鬼的尸骨所在的位置 并给了他一些符咒和法器 让他在遇到危险时 可以保护自己 林天宝告别老道后 便踏上了寻找尸骨的旅程 他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找到了那些尸骨 并将他们安葬在了风水宝地 在安葬的过程中 他不断诵经超度 希望那些厉鬼能够安息 终于 在安葬完最后一具尸骨后 林天宝感到一股莫名地轻松 他回到村里 发现那些诡异的事情 再也没有发生过 村民们也对他刮目相看 纷纷称赞他是个 有勇有谋的好青年 林天宝和小蝶 终于过上了平静幸福的生活 他们一起种地 养牛 照顾家人 过着简单而充实的生活 林天宝虽然长相丑陋 但他的善良和正直 却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喜爱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 一切都已经结束的时候 那个白胡子老道 却再次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他看着林天宝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 他说道 你的诅咒虽然化解了 但你的前世之债 却还没有完全还清 你还需要做一件事情 才能真正摆脱前世的阴影 林天宝听后 心中一惊 他问道 老爷爷 我还要做什么 老道却没有直接回答他 而是转身消失在空气中 只留下了一句话 在风中回荡 去找到你前世的记忆 去偿还你前世的债 林天宝站在原地 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 他不知道 自己的前世 到底欠下了什么债 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偿还 但他知道 他必须去面对这一切 才能真正摆脱前世的阴影 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 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然而林天宝的前世之债 究竟是什么 他又将如何去面对和偿还 这一切都成为了悬念 留给读者去想象和期待 在遥远的古代 有一个名为云溪的小村庄 村子四周环山 溪水潺潺 村民们世代生活在此 过着宁静而祥和的日子 然而 随着岁月的流逝 村子的交通日益不变 村民们渴望能够修建一座 通往外界的大桥 以便更好地与外界交流 终于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 一支工程队来到了云溪村 准备在这里修建一座雄伟的大桥 村民们欢心鼓舞 纷纷前来帮忙 工程队选址在村口的一处宽阔河面上 开始了紧张的施工 然而 就在打乔庄的关键时刻 意外发生了 原本坚固的乔庄 在打入河底时 竟然接连倒塌 仿佛有什么力量在暗中作祟 工程队的技术人员们百思不得其解 尝试了多种方法 但乔庄依然无法稳固 村民们也开始议论纷纷 有人说这是河神发怒 有人说是风水不好 就在大家束手无策之际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走进了工地 他手持拐杖 步履蹒跚 但眼神却异常明亮 老者来到工程队的负责人面前 缓缓说道 我知道你们为何乔庄不稳 但要想解决问题 必须将河中的乌龟请走 负责人一愣 不明白老者所言何意 老者微微一笑 解释道 这条河中有一只千年乌龟 他在此修炼已久 已成精怪 他的力量足以撼动桥庄 让你们无法施工 要想修桥成功 必须将他请走 负责人听后心声疑惑 但看着老者笃定的眼神 又觉得或许有些道理 于是他决定按照老者的建议一事 接下来的日子里 工程队暂停了施工 开始寻找请走乌龟的方法 他们请教了村里的长者 查阅了古籍 最终决定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仪式 祈求乌龟离开此地 祭祀仪式那天 云西村热闹非凡 村民们齐聚河边 虔诚地祈祷着 工程队的成员们 则按照长者的指导 摆放祭品 点燃香火 送念经文 就在这时 河面突然泛起阵阵液 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众人秉息宁神 只见一只巨大的乌龟 缓缓浮出水面 他的背上布满了神秘的纹路 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乌龟似乎感受到了众人的诚意 他缓缓地游到岸边 然后深深地看了众人一眼 便沉入了水中 随着乌龟的离去 河面渐渐恢复了平静 祭祀仪式结束后 工程队再次开始施工 这一次 桥庄终于稳固地打入了河底 大桥的建设得以顺利进行 村民们欢呼雀跃 感激不已 然而 就在大桥即将完工之际 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天晚上 月光皎洁 工程队的成员们正在工地上忙碌着 突然 一阵阴风吹过 众人只觉得一阵寒一袭来 就在这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 那只已经离开的乌龟 竟然再次出现在了河边 他的眼中 似乎充满了悲伤和不舍 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工程队的负责人心中一动 他走到乌龟面前 深深地鞠了一躬 说道 乌龟前辈 我们知道 您在此修炼已久 但我们也是为了村民们的福祉 才修建这座大桥 请您理解我们的苦衷 不要为难我们 乌龟听后 似乎有所触动 他缓缓地抬起头 眼中闪过一丝明雾 然后 他转身游入了河中 再也没有出现 从那以后 大桥的建设 再也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工程队顺利完工 芸汐村也因此 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村民们感激不已 纷纷前来 祭拜那只神秘的乌龟 而那只乌龟 也似乎在暗中守护着这片土地 和这里的人们 每当夜深人静时 村民们总能听到河水中 传来阵阵悠扬的闺鸣 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 然而 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随着大桥的建成 和芸汐村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 新的故事和挑战 也在等待着他们 而那只神秘的乌龟 也将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 和这里的人们 时光荏苒 芸汐村变得越来越繁荣 村民们利用大桥带来的便利 发展起了各种产业 生活水平也日渐提高 而那只乌龟 似乎成为了芸汐村的守护神 村民们时常在河边设谈祭拜 祈求他的保佑 然而 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芸汐村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河水暴涨 山洪倾泻而下 整个村庄陷入了危机 村民们惊慌失措 四处奔逃 就在这时 那只乌龟再次出现了 它游到洪水最汹涌的地方 张开巨大的身躯 仿佛要挡住洪水的去路 乌龟的力量与洪水相抗衡 竟然暂时稳住了局势 村民们见状 纷纷跪倒在地 向乌龟祈求平安 乌龟似乎感受到了村民们的诚意和祈求 它更加努力地与洪水抗争 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 洪水终于退去 芸汐村得以保全 村民们感激涕零 纷纷前来向乌龟致谢 他们知道 是乌龟的力量拯救了整个村庄 让他们得以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从那以后 乌龟在村民们心中的地位更加崇高 他们不仅更加虔诚地祭拜乌龟 还将乌龟的故事代代相传 让后人也知道这位守护神的伟大事迹 然而 随着岁月的流逝 乌龟似乎也逐渐老去 他的身影不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出现在河边 但每次出现都会给村民们带来无尽的惊喜和感动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 乌龟再次出现在了河边 他的眼神已经有些浑浊 但依然透露出一种慈祥的光芒 他缓缓地游到岸边 然后静静地趴在那里 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村民们纷纷赶来 围绕在乌龟周围 他们默默地祈祷着 希望乌龟能够永远留在他们身边 然而 乌龟似乎感受到了自己的时日无多 他缓缓地抬起头 深深地看了众人一眼 然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村民们惊呼起来 他们知道乌龟已经离他们而去了 他们悲痛欲绝 纷纷痛哭失声 整个芸汐村都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氛围中 就在这时 奇迹发生了 乌龟的身体突然散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然后化作一股清烟 消失在了空气中 村民们惊讶地看着这一幕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时 一位长者走到了人群前 他缓缓地说道 乌龟前辈已经生鲜了 他将继续在天界守护着我们 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 村民们听后 纷纷停止了哭泣 他们抬起头 仰望着天空 仿佛能够看到乌龟在天际翱翔的身影 他们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意 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希望 从此以后 芸汐村变得更加宁静而祥和 虽然乌龟已经离开了他们 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村民们依然会在河边设谈祭拜 祈求乌龟的保佑和庇护 而那只乌龟也真的在天界继续守护着这片 他曾经深爱过的土地和人们 每当夜晚降临 村民们总能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环绕着他们 那是乌龟在默默地守护着他们 时光流转 芸汐村的故事也代代相传 那只神秘的乌龟成为了村庄的传奇 他的故事激励着村民们勇往直前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然而 就在村庄即将迎来又一个和平安宁的年头时 一件奇异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那天 一位年轻的侨夫在山中砍柴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隐藏在密林深处的古老石碑 石碑上刻满了神秘的符文 似乎蕴含着某种强大的力量 乔夫好奇地触摸了石碑 突然间一股强烈的光芒从石碑中射出 将它整个人包裹在内 当光芒散去时 乔夫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这个地方充满了奇幻的气息 有飞行的仙秦 游异的灵兽 还有穿着飘逸仙袍的修饰 乔夫震惊不已 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来到了传说中的仙界 在仙界的游历中 乔夫偶然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原来 那只守护芸汐村的乌龟 竟然是仙界的一位大能者转世而来 他为了守护那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 甘愿放弃仙界的荣华富贵 头身凡间 化身为一只乌龟 默默守护着村庄的安宁 乔夫将这个秘密带回了芸汐村 村民们听后无不感慨万分 他们更加感激乌龟的恩德 也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 然而 这个秘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仙界与凡间之间的界限 似乎因为石碑的出现 而变得模糊起来 一些仙界的生物和修饰 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芸汐村附近 虽然他们大多并无恶意 但这也给村庄带来了不少困扰 村民们开始商议对策 他们决定加强村庄的防御力量 同时也派人前往仙界寻求帮助 他们希望能够在保持 与仙界友好往来的同时 也保护好自己的家园 就这样 芸汐村再次面临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而那只传说中的乌龟 也似乎在暗中关注着这一切 他的力量似乎又在某种程度上 守护着这个他深爱过的村庄 故事到这里 暂时告一段落 但芸汐村的未来 仍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那只乌龟是否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再次现身 仙界与凡间之间的界限 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这一切都成为了村民们心中 悬而未决的谜团 或许有一天 当芸汐村再次面临危机时 乌龟会再次降临 用他的力量守护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 又或许他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他们 让芸汐村的故事永远流传下去 而这一切都留给了未来的岁月和后来的人们去探寻和揭晓 月光如炼 洒在静谧的街道上 耕夫老王头提着灯笼 帮子敲得堵堵响 他夺着步子 一遍又一遍地巡逻着这个古老的小镇 老王头是镇上的老耕夫了 多少年如一日 无论风与雷电 他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守护着小镇的安宁 这晚 月色格外明亮 街道两旁的店铺都已关门庇护 唯有老王头的灯笼在夜色中摇曳 发出微弱而坚定的光芒 走着走着 老王头忽然发现 前方路边的草丛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他好奇兴起 便凑近了些看 原来是一只小刺猬 正蜷缩在草丛中 瑟瑟发抖 老王头心生怜悯 蹲下身子仔细查看 发现这小刺猬的后腿似乎受了伤 无法行走 他叹了口气 小心翼翼地将刺猬捧起 准备带他回家照料 然而 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 却感到一股冷风扑面而来 伴随着一阵诡异的笑声 老王头心头一紧 环顾四周 却只见夜色茫茫 并无他人 他摇了摇头 心想自己可能是年纪大了 听错了 于是 他抱起刺猬 加快脚步回到了家中 第二天 老王头将刺猬的伤口包扎好 又喂了些食物 小刺猬似乎很通人性 对老王头十分亲近 不时地用小鼻子蹭蹭他的手 老王头心中欢喜 决定将他养在家中 当作自己的小宠物 然而 好景不长 自从养了刺猬后 老王头发现 镇上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先是有人家的积压 无缘无故地失踪 接着是街头的流浪狗 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镇上的人们议论纷纷 都说是不是有什么要挟之物作祟 老王头听了这些议论 心中也不由地泛起了嘀咕 他想起了那天晚上遇到的诡异笑声 难道真的与这刺猬有关 可是 这刺猬看起来乖巧可爱 怎么可能是要挟之物呢 这天晚上 老王头照例提着灯笼巡逻 走到镇口时 他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呼救声 他顺着声音望去 只见一个黑影在夜色中逃窜 而一个年轻人正跌跌撞撞地追赶着 老王头心中一紧 连忙加快了脚步 他追上年轻人一问 才知道原来镇上又有人失踪了 而且这次失踪的是 镇上的大户人家的小姐 年轻人是小姐的丫鬟 他亲眼看到 小姐被一个黑影掳走 于是便一路追赶过来 老王头听了这话 心中更加疑惑 他想了想 对年轻人说 你先别急 我去镇上叫些人来帮忙寻找 你就在这里等着 别乱跑 说完 他便转身向镇上跑去 然而 就在他准备召集人手时 却忽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整个人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 不由自主地朝着镇口的方向走去 他挣扎着想要反抗 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动弹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镇口的草丛中 他环顾四周 只见夜色深沉 寂静无声 他摸了摸自己的头 感觉有些疼痛 但似乎并无大碍 老王头心中一阵后怕 他不知道自己刚才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想起那个失踪的小姐和诡异的黑影 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安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声音声 他寻声望去 只见草丛中躺着一个人影 正是之前失踪的小姐 他脸色苍白 气息微弱 显然是受了重伤 老王头连忙上前查看 发现小姐的脚踝处 有一个深深的伤口 血流不止 他心中一惊 连忙撕下自己的衣巾 为小姐包扎伤口 这时 他才注意到 小姐的身边 还躺着一只奄奄一息的刺猬 正是他养的那只 老王头心中一阵慌乱 难道这刺猬真的是要挟之物 他为何要伤害小姐 可是 他看起来又如此虚弱 似乎随时都会死去 就在这时 一阵冷风忽然吹过 伴随着一个苍老的声音 老王头 你可知罪 老王头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 凭空出现在他面前 他心中一惊 连忙跪倒在地 小得不知犯了何罪 还请老神仙明示 老翁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这刺猬本是天上的仙兽 因犯错被贬下凡间 他原本在山中修炼 却因你的善心 而与你结缘 然而 你却不了解他的习性 将他养在家中 反而害了他 老王头听得一头雾水 小得不明白 这刺猬为何要伤人 又与我何干 老翁解释道 这刺猬虽被贬下凡 但仙灵未泯 他在你家中感受到你的善意 因此尽力压制自己的妖性 然而 镇上接连发生的失踪事件 却是另有妖邪作祟 那妖邪利用人们对刺猬的恐惧 嫁祸于他 企图借此机会 吸收刺猬的仙灵 增强自身妖力 老王头听得心惊胆战 那 那小姐的伤 老翁叹息道 小姐的伤 却是刺猬所为 但她是为了保护你 才被迫出手 那妖邪利用小姐作为诱饵 引诱你前来 刺猬见你陷入危险 便拼尽全力 与妖邪搏斗 最终虽重伤了妖邪 却也耗尽了自身先例 变得奄奄一息 老王头闻言 心中既感激又愧疚 我 我该如何补救 老翁沉思片刻 说道 如今之际 只有找到那妖邪的藏身之处 将其彻底铲除 才能还刺猬一个清白 同时 你需将刺猬带回山中 助它重新修炼 待它恢复先例后 自会重返天庭 老王头连连点头 小得一定照办 只是 那妖邪究竟藏身何处 老翁指向阵外的一座荒山 那妖邪就藏身在此山的山洞之中 你需小心行事 切勿打草惊蛇 说完 老翁化作一阵清烟 消失在夜色中 老王头愣在原地 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他抱起奄奄一息的刺猬 又扶起受伤的小姐 深吸一口气 朝着荒山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 老王头心中忐忑不安 他既要小心避开要挟的耳目 又要尽快找到山洞 好在月色明亮 他的脚步又轻又快 没过多久 便来到了山脚下 他抬头望去 只见山上树木丛生 怪石临寻 他深吸一口气 踏上了崎岖的山路 山路两旁 不时传来阵阵怪想 似乎是野兽在黑暗中窥视着他 他心中一紧 但想到小姐和刺猬的安危 便鼓起勇气继续前行 不知过了多久 他终于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山洞前 洞口被茂密的树叶遮挡着 若不仔细看 很难发现 他悄悄靠近洞口 竖起耳朵 倾听里面的动静 然而 洞里却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声响 老王头心中疑惑 难道要挟已经离开了 他壮着胆子 慢慢推开了洞口的树叶 就在这时 一阵阴风吹过 伴随着一阵诡异的笑声 老王头心头一紧 只见一个黑影从洞中窜出 直扑他的面门 他惊呼一声 连忙后退 然而 那黑影速度极快 瞬间便将他扑倒在地 他挣扎着想要反抗 却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将他紧紧束缚住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照在黑影身上 黑影发出一声惨叫 化作一阵黑烟消散在空气中 老王头抬头一看 只见那只奄奄一息的刺猬 正躺在洞口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原来 在危急关头 刺猬拼近最后一丝力量 施展出了仙术 他成功击退了妖邪 但也因此耗尽了所有仙力 变得一动不动 老王头心中感激不已 他抱起刺猬 轻轻抚摸着他的身体 这时 他才注意到 小姐已经醒了过来 正用惊讶的眼神 看着这一切 他将小姐扶起 简单处理了他的伤口 然后 他抱起刺猬 准备按照老翁的指示 将他带回山中 然而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却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 眩晕袭来 他眼前一黑 便失去了知觉 当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 已经躺在了家中的床上 他揉了揉眼睛 坐起身来 这时 他才发现 小姐和刺猬 都不见了踪影 他心中一惊 连忙跑出屋外 查看 然而 无论他如何寻找 都无法找到 小姐和刺猬的踪迹 他回想起 昨晚发生的事情 心中充满了疑惑和担忧 他不知道 小姐和刺猬 到底去了哪里 也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突然晕倒 难道这一切都是内夭写稿的鬼 还是另有隐情 老王头心中不安 决定继续追查此事 然而 就在他准备出发时 却忽然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件 信件上只有一句话 小心身边的人 老王头看着这句话 心中涌起一阵寒意 他不知道这封信是谁寄来的 也不知道这句话 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深吸一口气 将信件收起 然后 他提起灯笼 再次踏上了寻夜的路程 他知道 这场关于刺猬 小姐 要挟 以及神秘老翁的谜团 还远远没有